對 他剛剛的情況是 燒餅哥有打過9條 但子齊沒有選擇吃牌 對 他應該是以為 手牌裡面本來就是6 7 8 或是7 8 9條了 子齊這個 氣流在上升的時候 炸壺都 他有打 他有打9條 他自己有打嗎 下家吃 所以他應該是7 8 8 抽錯牌 但是你抽錯牌 可是他也沒有檢查 所以也是除了要 檢查壺牌的人手牌以外 我也分享一個我的習慣 哪怕我知道我聽 可能聽6 9條 我摸到6 9條 把牌翻開之後 我要把牌倒下去之前 我會再花2秒鐘檢查手牌 都應該要檢查 對 我們還是要回應一下觀眾 就是大家先不要那麼激動 我們這裡當然有裁判 但是我們的裁判是不參與 排局的 如果當下 四位玩家都沒有人發現 其中一位玩家炸壺的話 那我們排局就是繼續進行 除非是 裁判唯一會主動介入是 除非是你可能作弊 對 當你有作弊的時候 我們會主動介入 那其他在 可能玩家像什麼 摸錯牌相公啊 沒有人發現什麼 我們也都不會去提醒 對 我們要保持 選手對賽事的主控性 除非是有選手呼叫我們裁判 對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 不是發生第一次了 對 所以真的就是告訴大家 一定要 就是你如果真的在牌桌上面打牌 你一定要看一下 他們聽什麼牌 紫棋為什麼會打一餅 紫棋 是 恩 紫棋打 打一餅 她六八餅不敢下嗎 還是她現在 好 紫棋連二喔 目前是四面球雀 對 然後現在打 紫棋聽一四餅 好 聽一四餅 自己打過的一餅 那川哥這邊是單調一條喔 一條沒有了 換不換 換啊 雙頭 應該要換了啦 對啊 換四七萬嘛 她右邊那一格是七萬 對 一條是下架 哇 她不換 下架一砍 那這一條是已經沒有了 燒餅盡聽喔 等一下 這是紫棋的一個招數嗎 先打了一餅 然後讓人家沒有防備性 她剛剛打六餅 就自摸八餅了 可是 可是你就算你一餅來 你六八餅 你也不一定會選對 如果這時候 有人打一四餅 紫棋糊他們應該會 對啊 滿頭問號 你看要 紫棋要自摸 紫棋這個 她這個 她這 這一把打法有點奇怪喔 我也不知道 她剛剛 她剛剛打六餅單掉八餅 打八餅單掉六餅 她不聽 她去打一桶 她打一桶再回聽 摸了八桶當眼睛之後 又再自摸四桶 她這一手牌有一點 恭喜 也是恭喜紫棋自摸 紫棋這個 我覺得稍微是可能有點 就是 衝 就是怎麼講 已經很領先 然後可能稍微有點緊 緊張嗎 我覺得 紫棋這兩把 上一把 胡牌 跟這一把自摸 我們先不討論 我想跟寶寶討論 也跟觀眾朋友討論 如果剛剛 建川沒有過紫棋的意識七條 紫棋是不是或許 不會有現在如此 那麼誇張的上升氣流 這個真的很難去 對 其實 在外面打牌也是 你不要說有過水 其實你有時候 比如說你可能一砍三桶 或者是你一砍七 砍七萬 別人打三桶或七萬 你對焦 或者是你上家要吃 你可能為了要保持 門親的完整性 你不去槓牌給他吃 有時候就是吃了那一張之後 他後面可能十二把摸八把 我很常遇到 其實 氣流真的很 對 那個氣流 但你也沒有辦法解釋 這個氣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真的是這樣